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今日比賽的主席 方建坤 而坐在我旁邊的時候是 方俊賢 首先讓我介紹雙方的建議 首先 正方主辯 劉函 正方一副 孫維海 正方二副 李一元 接見 曾元坤 接著來是反方 反方主辯 劉凱兒同學 反方一副 陳俊賢同學 反方二副 陳怡誠同學 以及一副 陳雅誠同學 我們很勉強寫到三位原本 今場賽事評分 他們分別是 香港教育大學協議辯論隊前隊員余維鴻先生 香港大學協議辯論隊前隊長 陳普基先生 香港實會大學中文辯論隊前隊長 李宗盛 ouver得更改專意 這次 本比賽環節分為主履 多變,一副、 2 每個字入片段已經變了個環節 發言時間是4、3、3、4 都不足為會方兩分鐘 之後不足為會方三分鐘 每次發言時間 早前30秒會有一釘提示 夠鐘則有兩釘提示 超時10個月則會有年鐘數下 詳細賽區已經發佈在各國的參賽員當中 如果比賽期間出現任何問題的話 我和計時會暫停比賽 邀入三位評判作出賽決 請問在座各位有任何問題 好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現在有請政方主臣先開始發言 你有4分鐘的時間 好 請他請停止 主席電盤在座各位大家好 南大當婚女大當嫁子 男女到特定零零做應當需要結婚 事實上中國離處離大都會斜納 政策強悲失分男女結婚 就好像周潮規定男人身上要娶女人已婚 眾所謂女子如果什麼罪都不嫁人 家人會連帶受到成罰 下列除了政策和傳統思想的加持下 南大當婚女大當嫁成為一種社會的價值規範 帶動爭和 然而由於受到西方文化影響 個人主義興起 自由主義流行 教育普卡女上身等經常出現 令到市民不在意家庭未本尾為家庭提升自我 就呼應都不會再強迫生命結婚生子 而南大當婚女大當嫁這種規範 不再被思維理所當然而變成約束 我方立場實本清晰 我方認為基於社會的文化價值觀已經改變 南大當婚女大當嫁與人跟社會價值出現衝突 層次這種護法思想 約束了現今新一代不令他們的自由發展 而根據漢語詞典 不合思義 解作不負荷當情處邏 與當情的社會思想 雜著等不相討厄 因此要奮良病庭 須要嘗試這種規範與延時 社會主流價值觀是否負荷 如果不負荷的話 南大當婚女大當嫁就是不合思義 我方針了病庭原因有異 第一 時代轉變 價值第三件事 時代主流價值觀轉變 南大當婚女大當嫁的想法 已經不能夠滿足當大人來的需求 正如新文化能夠發起人 程度受指出 都方明主義家族作為品味 而某個人權力 相反 消防者注重國人主義 永遠之 以某人們即使勾勾壓都沒有問題 而現今社會追求個人價值 包容多元價值觀 根據香港中文大學新聞 與傳播學院教授李立峰指出 先生對香港人都沒有毫無責主義 強調生活中的自我實現 和自我表達 追求需求層次 理論的最高層次 加上現今社會男女平等 鼓勵包容多元文化 所以會容許有人走分 或者遲分 甚至不分 即使生約下一代都不一定要結婚 可見現今主流價值觀 用制單所以結婚為所有考慮 反而追求自我意義 相反的高質 有著應該的意味 正如現今價值也相違背 所謂有方仍過有志 為何獨特地連續必定要結婚 第二思想約出限制個人個人發展 南大高峰里登革上一代價值觀 又延長將價值觀套上升一代身上 只會譴責他們的發展 甚至不利兩大關係 根據中國新經濟與產業數字 法動產研究諮詢 父母公司 艾瑞諮詢報告指出 請不想結婚的其中一個原因 即是不應因為限制著個人發展 處事方式和抵擇 例如外地有更好的工作機會 單索可以沒有好顧之憂 或去除去 但有家庭的話 就有衡量家庭和工作 另一方面 當子女不想結婚 但南大高峰里登革的壓力下 會令家人擔心 子女和結婚做的健身 神難神力便宜而到處周清 只會家庭家庭的衝突 有上學問 做場面有發 如果南大高峰里登革這麼客視 是不是好像要像古代強悲 未婚南大高峰 先提醒我 多謝各位 政風舉例發言時間為三分三十五 要和我時侯不需頭髮 好 接著來有請反方主便 你同日有四分鐘的發言時間 請問我先來介紹詞 主席 屏幕在座 各位 大家好 在右方的眼中 難大當分類大當價 這句話根本毫無價值可言 總之我方承認隨著時日過去 社會的狀況有很大的改變 但這樣不代表這句話就是不合時義 在繼續討論辯題之前 不方我們先看看 不合時義這個辯題的關鍵字眼出處 這個詞語就是出自於 漢書哀弟弟 當時方氏下學良子漢潮國運中需 需要改變年號才可以改國運 因此就將年號由建平 改為太初刑章 但最後發現根本毫無用處 於是只改年號為經背股 不合時義 並將下學良殺死 由出傳可以見到 所謂不合時義的標準 就是用一件事 認對當時社會水渺 但發現完全沒有功用 這些才叫不合時義 將反方一件事 在社會上 個人上 仍然有它的功能 變態最理應被推翻 而我方之所以反對 今天的變態 是基於以下兩點 第一 婚嫁並非組織家庭的社會 仍然存在 功能仍然存在 根據香港教育大學社會科學系 港師莫家棟所言 法律認可的婚姻 會獲得額外的權利和好處 例如稅務優惠 申請公屋福利等 另外例如領養小朋友 都需要結婚組織家庭才可以 再加上一些情況 例如日圓日獄的探親權利 面狀等等這些情況 都是需要家庭成員 甚至是背後才可以行使權利 始終從社會學的觀點出發 家庭就是社會最基本的單位 而婚姻就是組織家庭主流的方式之一 因此只要這些做法不變 男大當婚女大當嫁 仍然未可以做到沒有公用這個地步 距離不合時還有一段很大的距離 而我方第二個反對辯題的理由 是以個人來說 婚嫁仍然有它的功用 理論上現在的社會都市化 導致不再需要像古代那樣進行農業 等集體生產 群居的需要減低 而婚嫁的組織家庭已經沒有跌現性 但事實上來說是有需要的 例如都市化的生活很容易造成於走 想不良習慣 但結婚之後的家庭 由於有家人的阻止 相對會生活得比較健康 因此根據英國統計局的數字顯示 45歲單身人士的死亡率 已比已婚人士高出兩成三 從這個例子可以見到 表面上婚嫁好像已經很落後的概念 但仍然有很多方面在廢用它的功能 只不過是有方和大家有沒有嘗試發現 因此我方可以承認 相對之前婚姻的形式和需要性是改變了 亦的確有很多人在需要婚姻 但有些人不需要結婚 並不能推論至男同女 長大後談婚論交 組織家庭會是一種不合時的做法 相反社會無片的人來說 它還是一個很大的需要性和吸引力 因此今天的變態你已被推翻 多謝 好 接著是公典環節 公典一方可以自由挑選對方一位的原理答問題 並打斷對手拍而追問 回答方不得反問 亦不得答對公典的方法 若有文化公典的方法即時提出 評判應付後可以直接扣分互指一分 對公典的方言上發言 亦不得自行決定是否分分 請問相關有沒有問題 好 如果沒有問題請負責注意 填寫公典分數時請特別留意填寫字像 特別是法初的分子 第一格依照法文字像是互紮分數 第二格才是法文分數 好 現在由整個正當自由發出一位便 作公典 你的選擇是 主便 主便 好 現在法初情也需要主便的同學 好 現在公典時間 還有兩分鐘的時間 除非各位大家好 今天有方眼中的當然 就是普遍人需要便要符合時宜 那為何會有當然這個字呢 當然是 所以見到便題跟你說 男大當分女大當教當字 你又如何詮釋呢 所以有風和他的當字根本就解釋不到 所以看到當時人人都適合的時候 有風和 只是部份人才提到這個標準 將會就憑你 還不是有風和 你今天所說的兩個論點 通通只是結婚的好處 但是否代表每個人都必須要結婚呢 不是每個人必須要結婚 但結婚的確是大量很大的好處 我明白大量會有好處 但今天你來港男大當分女大分隔 人人都需要結婚的時候 你今天去不想結婚 你決定去結婚 是否有合理呢 雖然有些人不想結婚 但大部分人都會選擇結婚這種好處 剛才有方向點面跟我說 一些於酒的人就可以解決了問題 但如果我不喝酒 我便不需要結婚 不關事 我剛才說 雖然舉個例子是於於酒 但有很多不同的壞處 由於家人的阻止 都可以令到他改變 所以有可能有的前提就是 每個人都在這些壞處 有些壞處 才要結婚 那如果在現況上 我就在外國人 沒有工藍 很多事都沒有的話 是否就不需要結婚呢 如果不需要結婚 我剛才也說過 可以行使 如果入了肉或者 入了院的人 都需要加入 來行使權利 當然 我明白了 但今天你要全世界當戰 當然要跟他們說 必須應當的時候 那是否每個人 對於適當的年紀 就要結婚呢 所以在這條問題上 有方也回答不了 最後兩方 今天有方跟我們說 家庭結婚很重要 那如果一些人 真的不想結婚 你是不是要逼他們結婚 謝謝各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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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來到反方 正面方面 請反方自由派出一位 好 請你自由選擇 正方的一位 不接觸出租 正方二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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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問男女平等 有方同性戀 請問同性戀 他們是爭取男女平等 他們也是當分和駕駛 男女平等 是否跟同性戀的事 有關事 那你們是否倆職 同性戀一定要結婚 當然同性戀 是爭取他們 結婚權利 為甚麼 那方同學 就是說 同性戀一定要結婚 同性戀 不是結婚 所以有可能我不是搞錯了 譬如我今天跟你說的是男大當分類大當格合事業 現在我分明了 原來現在當元社會存在 有可能說男大當分類大當格 男的不可以跟男的當分類的 不可以交給女的嗎 沒問題 有可能你今天都贊成了 那為什麼你剛才質疑了 有可能說今天是男大當分類大當格 而不是跟性戀有關 有可能我今天跟你說 男大當分類大當格 就是適當年齡初應該結婚 看到現在當元社會原來是 有可能是有多元社會 但是有跟男的當分類大 女大跟女的當格 為什麼有分類大當格 就是多元化發展 這也是一個多元化 那是男的和男的結婚 女的和女的結婚 對 而且是一般是反對的 所以看到現況上的多元社會 每個人都有不同取向的情況下 大家取向都有不同的情況 為什麼有可能又可以用一刀釋 從我們講的全部人都要結婚 所以讓他多自己 為什麼要結婚 我當主也都說了 如果你結婚的話 如果你入了家 或者你去過身的話 你親人都是優勢的 永樂不如你先解釋一下 你是不是覺得普遍人 你剛才的立體跟他講普遍人 是重要的 但不準是全部人 但不準是全部人 我當時一直都是說 全網都是重要的 如果不是我可能會關心 同樣是同盟女的人 好 今天可能我跟你說 有監獄的人就有優先權 那又有方解釋 全世界都會入監獄 那這些人才會結婚呢 所以結婚 有方可以入監獄 謝謝大家 很方便的環節已經沒有了 現在是正方第一副面 你有三分鐘的時間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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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 平慧俊 各位 大家好 有方偷換概念 隨著將南大東婚 女大東教這個句子 等同結婚 組織家庭 和大家女性 組織家庭這個風險 在現時社會都適用 但其實 南大東婚 女大東教這個句子 並不是那麼簡單 當中包含 對社會對個人的期望 即是台大教學發展中心 故主任朱士雲教授指出 南大東婚 女大東教包括強大的社會 壓力與限制 令男女在適合的時間 就需要組織家庭 成為社會共同期望 換言之 即是年紀夠大不結婚 就會成為被責怪對著人 更加被社會標籤為姓男性女 可見 有方根本不明白 南大東婚 女大東教的根本意思 更何況 有方作為辦方 有需要和大家論證 南大東婚 女大東教是合事業 就有需要論證這句話 所有用字都是合適 包括男女要幾大才是合適 結婚呢 女性又為何不可以去搶呢 請有方一副解釋 到現在有可能論點最大便是在於 今天有個同學說 結婚是可以在法律上 有更多的權益 這個惡方不投影 結婚是可以獲得更多權益 但問題是 現在不是所有人都想結婚 現在結婚可以得到的權益 其實自己都可以得到的 譬如一些福利 社會都會給的 為何一定要結婚去目的這些權益 以及帶著目的去結婚 是否都是一種不負責的行為呢 作為各位 要審視一個價值觀 現在時代與看兩個標準 一、可不可以配合到現在社會價值 二、放在現在會出現什麼問題 什麼影響呢 請看看會不會配合到現時時勢 中國統計年間2022顯示 21年中國初婚人數是 37年來最低 日本考生樓動省22年調查指出 34歲以下男性和女性分別有近兩成 表示不會結婚 人是歷史高峰 美國朋友不夠中心的22年數據指出 若有30個百分比的 美國成年人沒有結婚 或沒有長期監獄的男女朋友 以上三個地方的調查都是說 現時結婚不是必須的 更不一定是人生目標 男大東婚女大東家 根本就不可以配合到現時大眾的價值觀 最體影響 新一代認為自己有權利損責結婚 但父母認為不結婚生子就是不孝順 出現代制的快劇衝突 正如天津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 業庫研究員和潮波指出 這種世代衝突正因為取婚而造舍 可見 東南大東婚 雷大東家的價值觀一直維持 就會隔離家庭之間矛盾 除非有方家庭矛盾 越多限度就會適合大家呢 感謝各位 正方一部的特務時間 兩分至十九月 無果時 無尊重分 好 接著有請反方第一部 你有三根宗的事物發言 準備好 請看你計劃一下 主席評判員長 各位 大家好 剛才入婚同學就說 一個人可以由他去覆你了 我想問一下 入婚同學 知不知道結婚後 他就會有一個免稅額 入婚同學 你怎樣跟我解釋 一個人怎樣可以拿到這個免稅額 請入婚同學正面回答 入婚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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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生大了就一定要結婚 女生大了就一定要戒人 但當字的意思 是否真的可以被演繹成結帥呢 我們看看一些例子 中學名著三角演繹裏面 曹曹曹 他就和手下說 生仔當如孫仲謀 今天我們討論男大當分 女大當解是否不合時 其實當中所謂的事 自然就要看看現在社會上的看法 分價和有沒有他的價值 這方面就要看看香港統計月刊 就已經可以看到市民 怎樣把答案告訴大家 根據政府統計署的統計月刊 在香港15歲以上人口來計 在1991年 男性和女性的結婚率同樣為至60% 去到2016年 男性的結婚率明升至62% 女性就少微下至55% 至於從未結婚比率 1991年的男性和女性 從未結婚比率分別是36%和28% 去到2016年 男性從未結婚比率降至32% 女性就維持至28% 以上的數字反映了兩樣東西 第一 社會群眾本身已經用腳去投票 認為當分同價的始終佔了社會的大多數 市民已經用行動證實 他們依然認為男性分類大多數 那麼分同學所說的不合時的事 還存不存在呢? 第二 1991年至2016年 中間正正25年 數字都沒有辦法去改變 因此究竟是社會真的變不到 當分架是一回事因此而不合時 還是友方說的一切才是印象的錯覺呢? 是統計月刊裡還有一種有趣的數字 就是再分率 如果分也就像友方說的不合時意 那麼照計的人 如果一次分也嫁了一次人 俗語所說都中過一次服 就應該得到教訓 但數字就和大家說了 1991年的再分個案 只有4892宗 難道2018年 在社會事件及疫情 導致結婚數量大幅下跌的時候 再分個案升到17467宗 增幅三倍半 如果男債多分 女債多分 真的這麼不合時意 我想請問友方同學 這些結果一次分的人 再願意冒險結多一次分 從哪一方面可以論證到不合時意呢? 不合時意這四個字出來 請友方正面回答 多謝 請友方一副理的發言時間 是9分55秒的過程 所以有請友方 請友方第二位 你有三分鐘的發言時間 請友方二位 請友方三分鐘 準備好 請友方三分鐘 主席評判 卓卓國 大家好 聽完友方兩個辯位 可以用四個字總括友方的 溫柔視聽 今天友方和我們說 覺得有人用有人結婚 就代表是符合時意 按理羅斯 只要有一對新人結婚 其實就應該符合男大當分 女大當解的時意 但這樣是否可以論證到辯題呢? 所以見到任何我跟她說 很多結婚數字都沒有改變 但事實上 到底社會趨勢是否這樣呢? 見到統計處 統計香港的結婚數字 由1991年的4.26萬宗 到2020年剩下2.79萬宗 創1973年的新低 原來見到現在的趨勢 就是越來越少人結婚 大家都不希望再結婚 大家不分主義 已經在社會流行的時候 想問有方 是否這樣都可以理論證到 男大當分女大當家 在後福時期呢? 所以見到現在 大家對於家庭的慾望 已經沒有那麼多了 以前為何會盛起男大當分女大當家呢? 是因為女性男女不平等 見到以往女性在社會上 根本沒有那麼獨立生存講求的就是 越早結婚越好 生越多兒子就叫做越好 而孫滿堂才叫做家庭 但除了西方思想傳入屋 其實現在男女平等了之後 大家已經不再追求生兒子和結婚 反而即使結婚之後 都是追求二人生活的情況下 即使到了現在 大家希望享受個人生活 越趨追求自我的情況下 一個人都可以變成家庭 想問有方向 原來一個人都可以盡興 那為何又要強迫別人去結婚呢? 所以見到有方向的論點二 就跟我們說 現在都市化了 所以一些家庭 他們有奸人幫助之後 就可以阻止一些什麼淤酒的行為 我們按理的內施 其實這個世界不需要有法律 結婚就可以了 結婚就可以阻止她淤酒 結婚就可以去監獄 都可以探望她 這樣是不是對於家庭就夠呢? 即使我方退一步說 是不是對於每個人的情況都是需要呢? 見到不是每個人都會入監獄 不是每個人都喜歡喝酒的情況下 除了這些人 有方向還剩下多少人 是符合你所說的標準呢? 今天有方向還跟我們說 其實今天有方向根本就是不負責任的 我跟我們說男大當婚女大當嫁 適合年齡 嫁了她就算 但原來結果是什麼呢? 有方向也會跟我們說 有很多人離婚 但原來見到你即使逼了她們結婚之後 根本不幸福的情況下 她們再離婚 再婚率繼續上升的情況下 為什麼這樣又可以符合你的標準呢? 今天有方向來兩個論點 就跟我們說結婚的功能是好 那方當然明白了 那想結婚的人結婚 不想結婚就不結了 為什麼有方向來就跟我們說 個個都要結婚呢? 各位 其實今天我真的替我台下兩位教練很痛心的 今天有方向來跟我們說 到適當年齡就應該結婚 所以兩位呢 不要再坐在那裡看比賽了 快點去相伯吧 但到這裏呢 我真的要為兩位教練辯博一下 其實他們喜歡辯論 多過喜歡結婚 甚至跟自己交給辯論 那又有什麼問題呢? 所以我正正講明一種道理 結婚不再是每一個人的目標 大家追求的情況已經不同 大家希望追求自我 為什麼可能又不允許呢? 多謝各位 正方前輩的發展時間是3分鐘 5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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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本來就問了一個問題 林大當分 雷大當界好像古道的拒逼 但事實上是否真的這樣呢? 如果有本來今天不斷把古道的做法 擺在現今的社會 那當然不合時宜 但有本來就再跟我們說 林大當分 雷大當界的說話 其實就是有貶低女性的一方 但有本來這樣說 其實都只是利用古語的說話 擺在現代的社會 古代社會 如果是比較弱小的一方 因此無論是要分還是嫁多一些詞悅 都會影響他們嫁低的地位 但現在社會進步了 據說話的預警當然是不同了 很簡單 大家想一下 求婚的時候 男性在那裏求女性嫁給他 那才問這個世界 有哪一種歧視 有哪一種貶得人的行為 是會在那裏求人家達子的呢? 今天有可能則不定 不平地變低 男大當分 女大當界 但其實我分一副都已經提出過 如果時勢真的改變到這麼不合時業 為何現在仍然會有大多數的男性和女性 成長大之後仍然選擇結婚呢? 現在又不合分 吵架的時代 人生已經有選擇結婚的自由了 有本來就沒有辦法 對上述的會見 上述的數字正面回答 其實就已經證明了 這個價值觀仍然是社會主流 不合時業 又從頭談起呢? 再說 那種價值觀是不合時業 只肯為有不同的 將一提事為理所 當然 雖然棄之於弊勢 但其實大家只要想想 社會上哪些男女是連分架權利都沒有 就不會覺得是不合時的了 沒錯 今天我方想說的是一群同性戀的男女 前一天就是國際不再恐童的 不妨想想 這麼多年來 他們承受著的一切謾謾 對於他們的恐懼和歧視 想生取的是什麼 就是有沒有跟今夜一早覺得不合時的分架權利 如果他們要求的就是分架大的社會政策權利 但例如我方的主 我方的主任就已經帶出過探視權 你養權和報稅權等等 其實一些透過公民結合的程序就已經做到 就是不需要再通過 就不需要再爭取同性戀的權利 但他們仍然要爭取 就是因為他們並不覺得不合時義 分架的程序詞釋 有限於社會宣告的意義 有兩者互相成為的氣氛 你一定是有一方跟我認為的不合時義 但仍然都很多人落地爭取的東西 難道我今天就跟他們說 他們只是爭取一方不合時義的權利嗎 另外對於個人而言 亦都難以否定婚姻和建立家庭 對於人有一定的功能 例如根據美國多倫舊 州樓大學社會系的S.L. Brown教授所言 分架可以提供更加穩定的人際關係 對於人的程序亦都會有幫助 就算社會上面逐漸流行同居 仍然不屬於分架方面的功能 因爭取的結論是 分架提供的人際關係穩定度 比單系同居高25% 而且同居者比以分架更容易的國外 因此南大方分裏大方格不是不合時義 即是有分合故意分立了她的意義和價值 多謝 反方第二負面的發言時間是2分50秒 無過時無須合分 接著會進入自由的利用環節 雙方各有三分鐘發言時間 多某方發言時間用盡 本人會需要用另一方的成員時間 多一方可自由發出一位或多位別人發言 而每位別人都必須在半環節發言 如果環節結束時 在場人設法要變原從未發言 我即是同居提出 如屬實的話 多變原所屬的一方 就會在每位評判上的分子上 一同隨不分 請問雙方的問題 好 以往的話 至由變論環節現狀開始 請正方排出一位別人 首先發言 好 家庭這麼重要 是否要逼婚 家庭叫男隊 他一定要結婚 不一定要結婚 有甚麼叫當婚 當婚 當婚 他在大的時候才叫當婚 但你也覺得不合時宜 不合時宜 不合時宜 當婚跟他還排出社會主流 不是啊 在你標準下 一個人結婚原來都叫付合時宜 那是否是你方的標準 我跟我說 一個人早餐就是合時宜 這也不是我的標準 所以看到你今天根本女性 男性大多婚 女性大多婚 每人都結婚的時候 你如何女性都變成 但是有方同學 今天我們想說甚麼就是男的 當婚兩人是合時宜 但是我們從主演到 我們去到自由辯論之前 一直都在說 有些東西不是一個人就可以做公民 哪些東西 有方同學 我們從主演講到現在 有些探視權 結婚後的演訊 等等等等 有何要解釋 不如你見到男大多婚 女大多婚 即使不合適都要結婚的時候 我根本不愛她 她入了監獄 我根本都不看她的釋放下 怎麼回答你 那同性戀 我們都是在爭取權利 那同性戀的人都是爭取權利 那你不可以說她們為何要結婚 同性戀不結婚沒有問題 那他們現在就是爭取權利 那這個就是放在眼前 這個事實 那原來見到你要認證 所有同性戀 甚至所有人都要結婚的情況下 你不是多認證嗎 我剛才沒有說過 所有人都要結婚 但問題是 現在同性戀人就是 有想結婚的人就是無法結婚 所以他們才要爭取 所以這個條件就是合適 男生長大了之後 就應該結婚 沒有你也長大了 就應該介入我 你可說 沒有 很多當事不應該出現 在這裡見證到嗎 同學我們是聽不懂的樣子 是 今天有可能跟我們說 有些想結婚的人 結婚 因為根本無法結婚 那要看誰想結婚 無法結婚 我想 整頓有可能 有可能同學分 可以大聲一點點 我回答一下 有可能我的問題 整頓有可能會結婚 但現在的問題就是 他們想結婚的人 就是見不到婚 所以不想娶 一千萬百時異 對 所以有可能不斷留覆 男大當分 女大當嫁的意思 原來見到 男大當分 女大當嫁就是 每個男女到我適合年齡 就必須要結婚的時候 今天有可能會說 有些人不能結婚 所以現在就是 給她一個權利結婚的時候 想問哪一堆人不能結婚呢 同性也不能結婚 我剛才有說 還有一位同學 男大 你為何要結婚 男大當嫁呢 應該是嫁人 我剛才同一位說 他可以選擇不結婚 不嫁人 即使我剛才一步說 同性也能承認你 但在這部分的時候 如何制裁 男大當分 女大當嫁 原來有分 我剛才同學都看 男大當分 男大當嫁 男大當嫁 為何男大分 女大當嫁 因為她大嫁後 她應該是 適合養一個家庭 如果有方便可以說 現在全世界的人 不結婚 男生大過 女生大過 也不結婚 我想問有分同學 他們不結婚 那誰生小朋友 沒有小朋友 人口老化 會更加越多 所以今天有方便提言 應該是男大當嫁 女大當嫁 是同性戀 大了當嫁 同性戀 大了當嫁 同性戀 是否還是有男女 今天同性戀 是否還是有男女 男生大過 女生大過 女生大過 是否當然要結婚 跟性戀 不結婚 是否也有問題 有方便一直打對男 男生大過 為甚麼 因為有方便一張 故事上買了一張 現代社會 為何是保安 就是五六歲 我現在跟她說的 不是 我問她 調查發現 在2001年 超過四層的孩子 都在非婚的情況下 擔心 她已經在出聲 她跟她沒有婚 她沒有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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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小朋友怎麼辦 有甚麼問題 現在很普遍 這個情況 是否有孤兒不婚 有婚 是否要高個人成為孤兒 你才安慕 高個人沒有父愛 沒有母愛 我們高個人很開心 大家一齊 沒有父愛 我們高個人 只要有婚姻 你也不喜歡 你不喜歡 那你會想說 冷靜點 不是說 小朋友 都會婚姻 但是 但是現在真的說 結婚不一定 要生孩子 我問我一個問題 我想問 是否有婚姻 我覺得是否疼大 結婚這件事 是沒有意義的 所以不合適 所以現身有方多孤兒的問題 但是 有方和我 是否真的不合適 男方的時間已經用盡 正方上月46月份的時間 大家好 我方當然明白 結婚有意義 但今天有方和我 要麗正是男大當婚 女大當嫁 男大座一定要結婚 女大座一定要嫁人 但有方和我衝其量 和我們律政是指的是 同性女還是惡愛要結婚 好 結婚 結完 原來其他人 根本就不需要這種情況下 有方和我又怎樣 律政男大多婚 女大多嫁呢 更何方 有方和我一直跟我們說 一些有特殊需要的人 就需要有一種功能 譬如有些進去監獄 有些就這種行為 但我們的邏輯 是否個個都有一種情況呢 所以有方和有這個前節 根本就已經不合比 更何方 今天有方和我們說 婚姻有很多功能 很好 我方都要明白 有這種功能 不是想結婚的人 結婚 不想結婚的人 結婚到底有甚麼問題呢 多謝各位 好 正反正方式發言時間 已經用盡了自由辯論的環節 而已經變速 請問在外各位 有沒有發言一台唱片員 是沒有的 好 是沒有的 現在呢 是會有 一分鐘的結辯 準備時間 現在開始開始 開動 好 預備時間已經結束 先由化妝地面再總結 你有4分鐘的時間 準備請給請示 大家好 來到比賽的尾聲 剛才自由變的環節 友芳已經說結婚有意義 已經暫停了我方的點體 來到比賽尾聲 友芳舉了很多禮指 說結婚不一定好 會有家庭衝突 但其實什麼人 當然是會有任何衝突的 今天友芳在友芳同學的眼中 友芳好像名還不靈 是一班要死守著殘舊價值觀的古老石山 可以的話 看來友芳打個會想 將我們放去博物館做展覽 但我芳並不是不知道 以前的婚嫁觀念 跟現在的婚嫁觀念已經有很大不同 例如古代的婚姻 很多時已經不是兩個人合母性之好 所指的不是兩個性別 而是兩個家族 但這些改變的奇量 只能夠證明 古代那種父母之命 梅卓之嫌的婚姻不合時宜 問題就在於 當然鬥的婚姻 即早已經走向個人化 這種個人化的婚姻形式 是不是都好像友芳同學所說的 已經不合時宜呢 友芳同學今天 一直沒有辦法 將他們的理論和現實 我們看到的東西拉上關係 如果友芳的論點合理 最後社會大眾應該是會裂婚 一本身的意義 都會有強烈的質疑 但現實是用行動支持 男大當分類 雷大當概念而樂易不絕 甚至我芳已經舉出 有很多人鐵而不捨 日子繼日爭取的 就是簡直希望有朝一日 可以做友芳今天出來 和大家說的不合時宜的事 大家試想想 你還能否想像到有些甚麼 是大多數人會去做 很多人爭取自己終於一日去做 而又不合時宜的呢 貴近舊底 對絕大部份的情況而現 婚姻的前提是愛 友芳覺得男大當分 女大當格是不合時宜 但不論男女在人生裏面遇人相愛 有方應該不會覺得 這樣都已經是不合時宜 那和這題又有甚麼關係 香港美芳大學通識教育中心高級港師 余錦波幫市指出 愛情的特性是 相愛者有一種身份認同 會將對方的幸福 視為自己幸福的一部分 而更加重要的是 外能夠賦予價值 而我方用不同數字 資料都是只想讓大家明白 不論男女 當商量到一個程度 他們都希望進一步 去建立一種共同的身份 也希望令對方 甚至其他跟他相關的人士 知道他們建立共同身份的義育 這個也就是 為何沒有了古代社會的家族觸覺 仍然會有那麼多人選擇 婚姻的原因 根本人心理的深處 仍然是有一種愛與美愛的需要 而當中很多都會發展為婚姻 我方明白不是每一個人 最後都會選擇婚姻 但最少以前目前的社會情況已現 男女長大以後 遇上傷害對象之後 不會強迫他們的情況下 他們仍然認為應當要走上分界這條路 而這些人仍然轉了社會的主流 很明確地代表男大多分、女大多家 連在社會上、個人上需要的其中一件事 或者有方可以證明到不是每個人都需要 但最少他們證明不到 現代婚姻官面的核心已被放棄 因此有方今天完全未能推翻到 外合事業的一步 現提利益未推翻 多謝 好 反方結業 你初期時間是3分23秒 沒有過時 無須合分 接著右來第一題 有請正方結業 你有分钟的時間 出門唱的時事 今天有封肯定在腐窗的分界 還有說 婚姻的前提是外 假設在男大多分、女大多家的前提下 有方是否要幫他找個對象 迫使他們結了婚就算 這樣才好呢 主席就是對方的問題 其實今天如果雙方要審視 男大多分、女大多家 這兩句說話是否適合用於現在的社會 我們就一件事先拆解一下 之前的人提出這兩句說話的時候 他們究竟的社會、文化環境是怎樣 當時的環境是否用於現在的社會融合不合適呢 看回中國過去的歷史 漢肇留立法 女性不在15歲之前結婚 她家裡就要交5倍的輪稅 唐元中時期 立法結婚年齡男性是15歲 女性是13歲 去到清朝男女結婚的 大約在17歲至20歲之間 但是可見 中國歷朝年代的政府 都規定十幾歲就要結婚 如果不趁早結婚的話 隨時有可能要交廠稅 這種制度上 無論是男女都好 都要好早就成家立室 從而形成了男大當分、女大當格的想法 但是這種制度上迫使人家 要趁早結婚的做法 是不是適合於現在的社會環境呢 我們在現在的社會 她總是聽到一句話 要趕著30歲之前結婚 趕到30歲之後結婚就很有問題 明明結婚就是和女家之好 明明就是一件開心事 為何要變成 不是30歲之前結婚 就好像食物過了一期 不快點吃了她 就好像浪費了那樣 究竟何時開始這件事 變成了綁節之一期 為何我們還要在說 南大當分、女大當格 究竟會不會令到現在這種 趕著結婚的風氣繼續惡化 令到大家有得選 變成無得選 南大當分、女大當格 這兩句話裡面 最重要的就是 當這個字 即將結婚這件事 留在人生中 最理所當然的意思 不過現在的社會 都很尊重別人的選擇 但就算是婚姻問題也好 已經不可以好像之前那樣 民婚、牙甲、父母 或者是父母之年、回復之年 我們都有權去選擇 自己的婦女 為何沒有權去選擇自己的 幾時結婚呢 為何我們就有好事 之前那樣 到了一定的年紀 就一定要結婚才是合理呢 甚至是 如果南大當分、女大當格 這個想法 拿回來放在今天 會不會令到更多人做錯的決定 做了某個年紀 就要趕著結婚和嫁人 如果不做 就好像被社會覺得自己是耳類 這種情況 會不會令到更多 不合適的婦女而誕生呢 又或者大家要趕著結婚 逼著要放棄其他選項 例如延遲他們的人生目標 究竟我們對人生的長痛 是不是要回到之前那樣 受制於外圍的想法 甚至是破外兩代人的關係 這樣才是最後事宜呢 進步在南大當分、女大當格 這兩句說話 講到好像很正面 但是我方不是故意抹黑 都不是故意那些人不結婚 只不過時代不停地進步 過去的社會說結婚生仔 一直都是圍著勞動力 傳宗或者是傳宗接代 不過今天 今時今日說結婚生仔 就是看我們有沒有能力去養好下一代 以及教好下一代 當一個決定可以隨時影響一世的話 我們是否應該不受太多的約束 讓大家可以留清楚些 再做一個正確的選擇 或者學會的決定 是否才是正確呢 多謝各位 請問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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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請問答案 請請問答案 請在委員會 休息一下 請了 多謝 多謝 好 謝謝大家 現在是第二點停的環節 首先我們有請香港教育大學語言論隊 教育大學語言論文先生拿點評 感謝雙方 我先從辯題的字眼裏做一些 雙方討論裏做一些點評 然後再仔細地講一講 雙方在運動一些推論過程和討論資料 我覺得可能存在的問題 因為面題雙方討論了當字 究竟當分當格的意思 究竟是必須有強制性 還是民善是好像反方同學這樣講 是一種選擇 我個人的判定上 我就會判定是 正方的同學是比較合理一些的 如果當的意思是可選擇 我就會把字眼純粹調 就是男大可分 女大可駕 和當分當駕 具體有什麼分別呢 其實我不是很能夠理解到的 所以呢 在我自己的判斷上面 當分當駕應該就是 它未必是正方旁所講的 去到好像你們說清朝或者古代 去到又要加長的付稅 又或者又要罰你 即當這個字 未必去到懲罰的意思 但它應該在社會上面 會形成一種風氣 又或者形成一些輿論的壓力 給到少少的推動 即即就算少少也好 令到那些人 你不結婚了 你不嫁人了 是有些問題的 這樣才為止當 這是我的判定 這個理由 至於不合時宜 這四個字 反方同學的定義就是 要論證到完全沒有任何功用 才為止不合時宜 這一點我是同意的 即是我是同意反方同學 對於不合時宜的理解 即是它真的要完全沒有用 我們才會說它是不合時宜 如果它還有一定的功能的話 這個時候 這個想法都應該要被保留 這個點 正方同學的理解 如果它和某些當代的思想 有衝突的時候 它就算是不合時宜 但究竟為何和當代的思想有衝突 就是它不合時宜 而不是當代的思想是不合時宜 這一點是需要一定的補充 即是可能是個人主義是不對的 即為何個人主義必然是對的 或者我們要追求自己的必然是對的 當然這個其實反方同學沒有很仔細地去質疑 即是因為不合時這個定義 亦都大家可能有很多 但是如果用你們的例子的話 如果有一個人 即當代的個人主義 他不結婚 他生了兒子 他氣養了小朋友 這個時候我們會說 因為個人主義 他想做什麼就可以了 他喜歡做 他會做多氣養 氣養 那是否只要一個人想做 我們就說 他想做什麼 就可以做什麼 但是我覺得是 要他進一步去探討這個個人主義 或者你們所說的這件事 為何它是這麼重要 或者它是一個人家性物 那 即是按照 那個辯提的 那個 就是比較關鍵的 字眼的那個文錄 整場的討論 就會去到 到底雙方用什麼方式來論證 因為雙方 我覺得用了類近的方式 不過用不同的數字 那個方式就是 有很多人 他們說很多人 比以前多了很多人結婚 所以你們就說 這件事是很合適的 相反地 去到正方 媒體廠的義父同學 也有舉了另一個相況的數字 就是 其實91年的時候 比205年的時候 就少了很多人 就是選擇結婚的 所以他其實就說明 他越不越關係 但是這件事 其實我覺得這個論證的方式 是 我個人認為 是不是很合理的 越來越多人做 或者越來越少人做 或者越來越少人做 跟一件事是否合適宜 究竟有什麼關係呢 就是 就是 就是越來越多人 我舉了一個合格 問題 就是 如果社會上 越來越多人做回家 那我是不是可以證明 越來越回家 越來越適合社會的這個事 呢 社會上 越來越多人墮胎 那我可不可以 因此就證明墮胎 是越來越適合社會 那 越來越多人做 跟他越來越 就是 合乎現在社會的這個現況 究竟 究竟 究竟有什麼關係呢 所以就 我 我自己 聽你們用這些數字的時候 其實我就有 比較多的疑問 還有呢 就算 就算 我 我撇除這個東西 按照你們用的這個數字 也好 究竟他是 因為他本身 很想結婚 然後 就令得 這個數字 上升了 還是 他被這個想法 驅使 就是 你們所說 現在 爸爸媽媽 或者社會 跟我說如果我不結婚 我就會被人罵 甚至會有很多家庭的壓力 所以我才會結婚 還是怎樣呢 如果是因為有很多壓力 有很多被人驅使的原因 我才結婚 這件事情 就是我理解的 在正方的同學 理解的下 應該是不好的 就是你們去說 如果我因為這個想法 和一個我不喜歡的人結婚 是不是你們都想要的 就是你們問這些問題 想表達的意思就是 多人結婚 或者那個人結了婚 不等於這件事情 就是好 所以 就算是那個數字 本身 都可以去嘗試一下 大家去分析一下 究竟背後的原因是什麼 還有一些比較知智 例如 有說 不過這個點 都不是無討論的 就是那些家庭 形成了家庭之後 因為有一個家庭的結構 那些人的一些不當行為 就比較容易給家人裹置 他們可能就會幸福一些 你們有舉一個數字 那些同居的人 就更加容易抑鬱 他們更加容易抑鬱 是因為社會經常罵 如果同居不結婚 所以他們抑鬱 還是他們是因為同居 本身就會抑鬱 就是因為這個想法 令到那些人很不開心 還是因為那些人本身同居 就算沒有這個想法 都會很不開心 其實是要仔細地區分清楚 因為如果是因為這個想法 導致同居的人很不開心 那就可能反而說明這個想法 是不應該存在的 所以就有很多 即是不論數字 或者在那些 即是你們的研究 當然我覺得 雙方找很多數據 或者找很多的研究去做 是很好的 不過可能在建構 將那個證據 和你們的那個推論 就是那個關係 連繫在一起的時候 可能要推論得再仔細些 才會理解得清晰些 就是這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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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先生 接下來我們有請 香港大學與語辯女前的獎 鄧貝希先生和展規 謝謝 我先從那個字眼上 來講一下我的看法 即是 我覺得今天的面題是講過當節 那我是在想 雙方對於這個字 會不會可以有多點的解說 首先第一 例如正方 那你們今天想講當 那你們就說 可能他們 你所當然你要這樣做 但是呢 慢慢就 應該說 你所當然這個想法 反而是比較後面才去講 我覺得前面 就是前場 比較多是 focus 他們必須一定這樣去做 但是 就著你們這個講法 我首先第一件事 會想的就是 沒錯 以前可能你不結婚 會被人罰 這樣 那其實那些人 是不是都必須要結婚呢 那即是如果 以前那些人 都不是必須要結婚的話 那為什麼你們一開始 要用必須這個字呢 因為我自己在想的話 對於正方最好聽 或者最有效的說法是 以往的人 對於婚姻這件事 是一個執著 所以大家都覺得 你要去成長 或者是你要在你人生 裡面有些achievement 結婚是一件 很理所當然的事情 所以你要求反方的就是 現在那些人 是不是還覺得結婚 這麼理所當然 那就會有你後面所說 其實那些人 就不是很想結婚 單身主義 也都越來越流行 所以我覺得 你們在選擇 你們想怎麼去演繹這句說話的時候 可以想一下 是不是真的這麼有需要 用必須 因為我明白 你用必須的壓力 好像給反方 就是 那他是不是一定要結婚 現在也不是一定要結婚 但是 事實上是由 以往到現在 其實那些人 是不是都必須一定要選結婚 我覺得這個是兩者之間有少少分別 我覺得 你直接說你所當然 反方 直接不能問你 現在那些人 是不是必須一定要結婚 我們都可以有選擇的權利 就可以避免了這套 反方 我覺得 我覺得 你們嘗試去Define這個字 我覺得 走這條路 我都覺得 沒得選擇的情況 所以才會選擇 不是必須 他還有 他存在必要 因為我自己看 我覺得反方 要去 看回現時 可能真的越來越多人 不去結婚 你還要選擇 其實那些人 再跳入正方的思考模式 其實可能會比較難 但我覺得 你們要小心你們的說法 我覺得 一副有一句說話 你想說 當不是必須 那你就用了三個人的那句 那句說話 那 如果你是嘗試想反對 他在說必須的話 我覺得這句說話 都更合理 因為 曹操這樣說 他可能純粹覺得 如果我兒子可以生到 好像宣權那麼好的話 宣權這樣就好了 那這個就是 很好的一個兒子 所以他未必是必須 只是說 這是一個很好的想法 但是 如果正方套用我 剛才那個想法 就是 就是 應該這麼說 用你這句說話 去想這條辯題 就會是 分架這件事 是不是一件 很好的事情 我應該要去 achieve 因為曹操講這句說話 他的意思就是 生就應該要生到 好像孫中的 如果你想把這個 當放進去這條辯題的話 那你就是想說 分架這件事是很好的 我們去到某個年紀 就應該要去選這件事情 但是如果正方套用我 剛才的說法就是 分架這件事 對於那些人來說 是不是真的還這麼好 這麼正 所以我會在想的就是 其實如果那些人都沒有 真的覺得分架這件事是這麼好 因為如果它這麼好 理論上 就應該會更加多人去結婚 那些人會很想 就是想擁有這些 就是和性戀 我稍後再說 但是應該理論上 那些人會很想擁有這個 就是結婚 或者是 或者是想 甚至好像以前那樣 小時候 我盡快找到一個伴侶 那我最後就可以結婚 那但是 這件事情 符不符合現在社會的現況呢 那我是很有疑問 所以就是 這句說話 在這一場比賽 如果正方一開始當初是說 必須的話 我覺得它是適用的 但是如果對方說的不是必須 而是這個觀念 是不是一個理所當然的事情 那我覺得你們要再去思考一下 那所以定義上面 就是我覺得 正方可以不需要說到它是必須 而應該說這個是一個理所當然 或者是大家覺得應該要是這樣的一個概念 那就強加了在大家的身上 變成可能 你要求反方解釋它不合時的話 應該就是 現在的人 如果我不結婚的話 我會不會被人覺得很奇怪 那這個可能會比較 令到你們講得好聽一點 那至於反方 我覺得你們今天選的這條路線可以 但是如果當對方不是跟你說必須 就是我一定要結婚 而是這個想法 到底是不是我人生裡面 應該要走向的這條路的話 那我覺得可能 會和你們今天那個反駁的方法 是會有少許出入意 你們是需要再想想的 那接著呢 就去到第二個 就是關於一些論點上面的功課 那我覺得 先討論了這個同性聯 那我其實對於反方這個 就是我一開始聽 其實我有少許不太明白 為什麼會出現這個東西 但是我後來聽真一點 我覺得反方你們提出這個論點 是不是真的這麼有效呢 就是同性戀者 他們想要分架 是因為他們本身沒有這個權利 那首先出來爭取這個權利的人 他本身是不是等同自己 都一定想結婚 他很可能 他都可以是因為 就是他們 他們就是沒有這樣的權利 就是因為他們沒有這個權利 他們純粹想爭取回來 那是不是等於 他們在成長的過程裏面 都應該視分架為一個 他們必須要 或者是他們理所當然 還是應該要擁有的一件事情呢 就是他們之所以覺得 理所當然純粹是因為 他們現在的法律 不容許他們有這個東西 但是和政科法人本身說 或者這句話本身的理解 就是我成長的過程裏面 應該自然就要走到這條路 那我個人覺得是有少許出入 所以我覺得這個例子未必很適合 而另一個呢 關於反方的論點就是 都跟剛才這位平民講的差不多 就是結婚可以享有很多權利 但是我覺得政科也有提出一個質疑 就是那是不是我為了這些權利 就代表我要去分架 就是因為現時的情況就是 有些人真的不是特別在乎這些權利 就算你說是一個情侶的狀態 你們說可以有 可能探親 可能有免稅 但是我自己想到很多名人 不是結婚 但是他們會共同撫養一個小朋友 那是不是就代表著 其實現在那些人 真的沒有特別想要你的權利呢 如果他真的很想要你的權利 那他應該就會結婚 因為你扣的時候 代背景可能就是以往 他們是很需要靠這些東西去維繫一個家庭 或者去令到他們的生活更加 stable 所以他們會採取婚姻的一個步驟 去confirm他們的 就是令到他們的生活更加 stable 但是現在的人會不會不是呢 所以我對於這個論點 也都是有點質疑 就是不單止是結婚的人 其實他們都可以有很多壞的習慣 更深的就是 其實你們的重點都是家人 那我就算不是結婚 那我有父母 有兄弟姊妹 是不是其實都可以避免到 你所說的這些壞習慣呢 那我會有想 那所以這個是我覺得 你們提出的論點 我會有些質疑 那最後關於反方的 就是我覺得你們怎麼可以 將你們的主線或者你們的東西 再拿得出一點呢 其實我覺得去到後面 反而一些重點才出來就是 就是婚姻這件事 在現代社會 是不是真的好像 正方說到這麼不被重視呢 因為你們嘗試提出的就是 其實現況下都還有一些人去結婚 或者結婚都還是大多數 那我覺得藉著這個資料 你們想再引申出來的就是 會不會其實結婚這件事 其實都還會是大家的想法 就是沒錯 好像正方那樣說 都真的多了人單身 真的多了人是不在意 是不是結婚的 但是這件事情 是不是已經去到不合時 大家都覺得結不結婚 都是很閒的事情呢 那我覺得這個可以是 你們質疑的地方 因為事實上 可能你從數字看 那些結婚的人還是大多數 或者是大家可能都 都會深刻有些想法是 我都到了差不多年多 都還是一個孤零一個 好像挺慘的 那再扣緊 我覺得你們可以再打得出一點 會不會是 就是為什麼 那些人要期待男女 去到某個年齡要結婚呢 其實會不會是 有一些 背後更大的想法 是想實施到 例如就是 可能我要一個社會穩定的 那可能我是應該 他們 有一個家庭 他們去撫養一些孩子 然後令到整個社會結構穩定些 我不肯定是不是這樣 如果你們是 但是按著這個脈絡就是 就是結婚這件事對於一個社會 對於一個家庭 或者對於每一個 剛剛成長的小朋友 來講 都是很重要 所以大家才會對於 男女去到某個年齡 就應該要 achieve 到這件事 有一個這樣的共識 因為這樣才可以 令到我們的社會 在穩定些 那所以 如果你們前面一開始 就是嘗試鋪排 就是沒錯 它有功能的話 我們就應該 即它都還有功能 是沒有辦法未推翻的 那這件事應該還是合時的話 我覺得其實你們在這方面的事情 可以再解釋多些 你給予壓力對方 就是這樣 現在是否那些人不需要結婚 他們是否不想用這些方法去維繫家庭 或者是我們從一個管理者的角度也好 或者我從看回整個社會的角度也好 你是想全部都很個人主義的 我們喜歡做什麼就做什麼 還是其實大家個人主義重了一點 但其實他們都還希望有些家庭去維繫一個社會 令到他們不會 就是 我不知道這樣形容對不對 但是會不會散修修呢 所以我覺得你們可以在這方面提出質疑 因為我覺得 政方其實他們都沒有直接回應你們的數字 事實上可能結婚的人還是大多數 那會不會代表著 就是現在的社會都還是prefer有一個這樣的system 就是可能真是最年輕那一陣 多了這些這樣的想法 但是這個會不會是一個主流呢 那我覺得這個是你們可以爭取的地方 那至於政方的話呢 我自己覺得你們在你們的數字 或者你們想說世代的衝突是可以說多一點 因為我覺得這條面是 其實那個受眾有兩種 兩種 第一種是單身的人 那以往男大當分類大當格 可能對於他們來說都適用 所以才會有你們那些慢婚的人 即你們那些不結婚就要去懲罰 因為就是他們不是很接受到他們一輩子都孤零零 他們覺得我要組織家庭 即你要一路成長 你可能好像你們自己這樣說 男性就應該要 你們特別的專注在女性 那女性可能 即他們以往的地位比較低 所以他們想盡快為一個歸宿 其實在男性的角度看 就是以往會覺得 有一個性別定義就是男性 他們盡快組織家庭會比較好 所以對於單身的人來說 可能他們會有這樣的壓力 認為他們應該要走向 找伴侶甚至結婚的方向 第二種就是那些單身的 sorry 那些有拖拍 但未考慮結婚的人 那以往可能就是覺得 那你都拍拖啦 你都拍到差不多了 其實是否應該走去另一個階段 你不知道 你賦予承樂也好 所以就是有這兩種的人 那我覺得怎樣可以令到你們的論點再出些 或者是把那個不合時再打得好些 其實我覺得這也是雙方可能忽略了一件事 那這件事以往為何會合時 正方有說一些 正方有說可能是因為以前性別不平等 或者是可能因為其他的原因 那所以導致到這件事以往是合時 是因為他們希望 achieve 到某些東西 所以對於剛才說的那兩類人 他們想盡快去 push 他們去結婚 那就可以令他們更加 stable 那我覺得你們可以在這些位置上面 去再給多些論述 或者要求對方的解釋就是 那以往可能是真的因為性別不平等 所以女生就是 你快點去找好人家嫁了她 男生就是 那你快點整求加 那現在會不會有這樣的思想 那如果不會的話 這個就是不合時的地方 因為大家已經沒有這麼覺得 就是要去 achieve這個結婚的階段 那甚至乎就是真的在拍拖的人 那我結婚又如何呢 就是會不會其實現在可能 父母的壓力 社會的壓力都真的沒有這麼大 就是反方你可以說的就是 現在可能還是 你可能拍拖到差不多 你不結婚呢 你爸媽都覺得很奇怪 你身邊的朋友都是 為什麼還不結婚呢 是不是男生怎樣怎樣 或者女生怎樣怎樣 你可以用這些質疑去問對方 那我覺得在這些討論上 可能你們 還可以透過一些演繹去勝過對方 就是這一件事情 其實可能都可能 就是 都可能就是 為什麼不結呢 對 為什麼不結呢 那會不會 那些人會想到為什麼不結呢 就是他們覺得其實都應該要結 那反過來 正方可以提出的就是 其實現在這種思想 是不是真的還是這樣 不結了不結了 有多麼閒 那所以我覺得是 大家可以 就是除了剛才說的定義之外 在這一件事情 為什麼會出現 或者它背後 在原因上面 去出一些思考 那你在討論的時候 就可以找回 就是令到你們可以說得 好聽一點的那些說話 去要求對方去解釋 對方去解釋 好 多謝鄧先生的典評 接著呢 最後有請 不如我跟大學中文見論隊 前隊長 李梓欣潮石 謝謝 大家好 多謝創委會的邀請 這條編題都挺有趣的 其實我自己去判斷 這條編題的標準是兩個 第一個就是大家 如何去理解 合適的標準 那今天正方的標準 其實是不一樣的 因為今天正方說的一件事 是說 只要普遍的社會主流 有轉變的時候 就等同於他不合適的 所以原則上 正方他的主線 只是一堆數據 在數據上反映 他就是沒有人結婚 多了人追求自我 等同於不合適的 那反方呢 相對上是 去探討內在的原因 例如是 為何我們需要結婚呢 是因為社會上有很多權利 都跟結婚是掛勾的 所以他們有必要這樣做 那在這個前置下 有幾個交鋒 是要點評出來的 第一就是 例如反方 一會會出來說 由1991年數到現在 都有普遍人是會結婚的 那我估計 對第一個評判所說的 是否合適 而等同於多不多人做 但最起碼你是能夠成功 攻擊到今天 政方主線最大的核心 核心就是 他覺得多人做 等同於社會有著變異 你可以反證到 在現況下 多不多人結婚的問題 在戰場上 顯示了一個問題 例如反方的一副 就會說 他的結婚的比例 就沒有什麼升跌 那政方的一副 就會說 其實他結婚的人數 是有減少的 那我會想的問題 就是 這兩個數字 應該有一個很清晰的比較 為什麼是有結論的 否則是兩邊都沒有結婚 那原因是 可以怎樣去比較呢 那我的估計 就應該是 例如今天反方說的 應該是一個累積的比例 就是由以往 六七八十年代的人結婚 一直到累積的比例 而我覺得政方 他的例子 應該是他新增的結婚數字 所以應該是新一代 他結婚的比例有下降 但是前一代的人 就沒有過世 所以結論就會出現了 為什麼反方的一副 會說 現況下結婚的比例有多高 但是政方移副 就會說是他結婚的數字有下降 那這個比例 就是這兩個數字 應該清晰有比較 否則兩邊的那個難 都未必成為難 那這個是第一樣 那第二樣 就是當雙方去探討 內在原因的時候 其實是可以討論得深入一點的 例如今天政方去講的那些個人主義 到底在反方角度來講 是必然地成立呢 就是他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問題 會衍生出來 所以其實當政方去問反方 是否要逼人結婚的時候 我會覺得其實反方的實際上 你想要個立場 或者你要說個答案應該是 你是想鼓勵那些人結婚 而政方你要論證的就是 當這個字眼的意思就是 這個社會裏面 在現況上 你不結婚是不會有人去質疑 或者不會有人去懷疑 所以你們兩人 你們從來在這場比賽裏 都是處於兩個不同的論證方法來的 因為政方去想論證的就是 在數字上或者在現況上 只要我不結婚 沒有人質疑我 等同於你的原因不合適 但是反方你想說的就是 我是想鼓勵更多人結婚 去滿足特定的目標 例如可能是你們想說的社會學話 這個社會裏面最基礎的組成就是家庭 家庭是能夠令社會穩定的 但這件事的延伸是不足夠的 例如有些什麼學習的延伸呢 其實在社會裏面多些家庭的好處就是 因為這樣說的 以往那些人 中國不是住在那些四合五都 方便你互相照顧 幼的可以照顧老的 這是他本身的社會功能 但是合不合時的原因 就是因為現況下 我們很多照顧長 或者照顧兒童的社會功能 已經外判了其他社會人的機構 例如老人縣、幼兒縣、童兒縣 學校 甚至你講的孤兒縣 已經足以去支撐這些需要 所以我的質疑純粹是 凡方你口中說那種 你現況下不結婚會出現很多問題的需要 在現況下 是不是這麼嚴重或者普遍呢 這是我覺得正方開嘗試去想 因為我覺得 這個句子不是那麼簡單 不是單純說睡覺 程度上是可以說到 背後的社會結構的轉變 到底現今這個社會 還應不應該以家庭為單位 就是可以延伸更多 當然它不會是你第一層的討論 然後再落最後一點就是 我覺得這場比賽比較可惜的地方 就是雙方有很多 相對上比較無雜的資訊 而資訊未必跟別的關係非常密切 例如 孤兒例如同性戀的這個問題 我會想一件事 例如同性戀這樣 我覺得同性戀最大的問題是 就算有人爭取跟他合適 中間的論證距離應該是有些距離 第二部分就是 就算同性戀他真的想結婚 到底他是想結婚 還是想要結婚附帶那種權利 例如是 我想他要附帶的探視權 我想要他附帶的一些財產的分享權 那會不會是這個制度身有問題 我是不應該用結不結婚去決定你能不能夠 去探視他 應該用一個個人授權的方法 所以我覺得正反方對於討論你結婚 因為其實反方的行動上一條主線 是很建基於結婚的需要 而這種需要就是在健康下的社會 因為結婚有很多負大的好處 例如開購稅、開面稅 但是這件事不太完全不開責任 就是當社會的人越來越不想結婚 或者結婚不再穩定社會的最大前置的時候 這些東西都要貴重 即是個人的面稅應該提高 結婚就不應該這麼多的面稅 生不生小朋友不應該是面稅的主要原因 所以我覺得正方可以再打得大腹腹一點 如果是反方的話 其實條片本身對於你來講的處理難度 是相當高的 我自己覺得 因為你要論證 當就是要鼓勵的意思 所以你可以純粹說要鼓勵的話 你就應該將你的理處延伸更多 而不是在場比賽中後 開始跳進去正方的戰場 就不斷去講 和不同性戀愛合不合閒 跟他去計算 因為原則上 計算這件事 一來就是未必能夠反映到合閒的 因為你想有第一種需要 就算現在只有一個人結婚 我都應該鼓勵到百分百的人結婚 因為結婚可以減少孤獨感 因為結婚不會有宇宙問題 因為結婚令社會穩定一些 所以我應該鼓勵別人結婚 而不應該把結婚令人有月房的口號 所以跟現況的數字 對於你的關係不是很密切 當然我都會估計你 是因為 我會覺得你那組的數字 能夠攻擊到正方的最大前置 但它不是你本身的論證要求 大概不做 現在就是李小聲的題目 接著是宣布賽中的環節 首先會宣布最佳辯論員的獎項 今天的最佳辯論員是 政方以赴李一聯合 至於今天的賽果是 政方得票為3票 反方得票為0票 話說今天勝出的獎項是 政方今晚通話號 謝謝 恭喜今天的比賽 到此結束 恭喜大家 財舉 自此 省